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权去看清这个世界 我希望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拥有健康的视力 能够看见他们的将来 曾经遇过一位六岁的小朋友 他有先天性眼底病变 只得一成的视力 由于这个病暂时没有有效的治疗方法 我知道小朋友总会有一天看不到东西 那一刻我心里觉得很痛 作为一个医生 不是每一个病都可以治好 但是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多一步 很多基层家庭的父母 因为缺乏知识和资源 没办法及时辨识小朋友的眼疾问题 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期 2015年我带领团队开展香港儿童眼科计划 希望帮助基层家庭儿童 为他们提供详细免费的眼科检查 从最初只有我和几位义工参与 到2018年 明明为香港中文大学赛马会和心护眼计划 做了这么多年医生 我非常珍惜和每一位病患者同行 令他们感受到被人关爱被人尊重 黑暗令人恐惧 我希望可以将他们由黑暗带到光明 人道精神就是用一份联敏的心 尽心尽意去爱护你身边的人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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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